哈哈哈哈 阿炮我來了 哈嘍大家好 歡迎收看 拼命這樣玩 今天是我本尊開服的第74天 不知道各位小夥伴們 最近玩的怎麼樣 那麼在8月19號更新之後 阿炮覺得我用模擬器整個玩起來 整個遊戲感覺都順了很多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好那我們今天呢 就要來玩這個群島探險 聽說好像還蠻好玩的 那麼阿炮昨天是有玩到一個斑酒桶的 不過後來因為太累了 我就先去休息了 好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直接來玩玩看 究竟有哪一些群島 來了來了 已經進入無名島 什麼探險阿 打倒敵人獲得獎勵 這個只要消滅敵人嗎這麼簡單 欸好像是欸 我們把這距離改遠一點 哇 欸現在這個掛機設定的這個範圍還看得到欸 好屌喔 所以說我大概稍要設定在這裡吧 剛好是在我設成的範圍之內 好像在稍微大一點 OK好酷好酷 那我呢這邊因為我們在過任務 所以我就直接開到最大吧 這個可不可以一次贏啊 我看一下 欸可以欸 那我們就一次贏一次打 這樣效率會比較快 CP值比較快 欸我 我順便調一下畫質好了 看我們這個畫質如果調到非常高 感覺起來怎麼樣 哇整個都不一樣欸 整個都不一樣啊 這款遊戲讓我想到 最近有出一款生存遊戲 然後呢他也是以這個海盜為主的 那一款好像還蠻好玩的 阿炮有小玩一下 那他是可以跟隊友組隊 其實有點像 呃就是 海盜的那種 生存遊戲就像minecraft有沒有 還蠻好玩的 還蠻好玩的 然後在上面也是會遇到其他國家的人 欸這樣就結束了嗎 我剛剛沒有看到我拿到什麼東西欸 好再來呢我們就要去下一個群島了 欸他每天就是 有13次嗎 因為我昨天也是13次 那我昨天 大概打個兩三場 然後就結束了 不知道會不會累積欸 看起來好像是沒有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你們有看過嗎 各式各樣的障礙物擋住了 前往目的地的道路 怎麼感覺 就是一個跑酷的地圖啊 那對於平常 沒什麼在玩跑酷的人 會不會很累 欸幹他會消失喔 哇靠 這個就直接一直走就好了吧 一直走應該沒問題吧 他這個消失的tempo 應該蠻ok的 欸 欸這樣就過了嗎 那如果你們要挑戰這個比較高難度就是跳中間嘛對不對 走捷徑 感覺走中間很難欸 你們有人是走中間的嗎 戴眼鏡的呼喵 啊對了這次開的那個呼喵公司 加戰力加超多的欸 欸這個沒有寶箱喔 哇怎麼 怎麼感覺這個好像有點爛 給我什麼炸彈 鑰匙 沒有看到寶箱欸 好再來 欸還是一樣欸 13之3欸 所以我們只要有這個幣 每天是沒有限制的嗎 可以一直進去喔 欸好像是欸 好那我們再去探險下一個島嶼吧 出航囉各位 這一次又會是什麼樣的島嶼呢 欸這什麼啊 又是障礙物擋住了前方的去路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關 欸沒有啊 只是走就到了啊 哈哈 喔沒有喔 喔 喔我們還要抱這個羊 羊駝 抱去神廟那邊 欸我們剛剛是不是要先去看一下神廟怎麼上去啊 現在抱著這個羊駝好像有一點行動不便欸 哈哈 行動不便該怎麼辦啊各位 蛹 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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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就把羊頭抱在這裡啦 哇靠 那個就是祭壇啊 哇 你們有沒有像阿炮一樣雷啊 我的天啊 那這個 一點難度都沒有啊 就這樣 我過了 哈哈哈哈 結果阿炮在那邊繞了半個小時 原來是抱過來啊 我的天 我的天啊各位 超白癡的 剛剛這個就很像什麼 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可是阿炮卻看不見 哈哈 好 下次應該不會那麼白癡啊 找找看是否藏著有趣的東西吧 難道是 難道是 應該是有一些比較 special的兔子在裡面嗎 喔 妞妞是不是 不是阿 妞妞就妞妞阿 這邊有很多妞妞 喔 喔 這裡有寶箱啦 阿 這樣就過完了嗎 唉唷 不錯喔 一個字卷 喔 兩個寶箱 這個東西就比較還好 哇靠 這邊居然還可以吃這個耶 這是什麼東西 紅酒配上一個烤羊排嗎 哇靠 唉坐在這邊吃感覺超爽的耶 感覺超級爽的 哇 太舒服了吧 誰那麼會享受阿 我以為這邊會藏著一個結果沒有 所以說我們現在只有開到兩個耶 我們再來往下面繞一繞 為什麼有這個球阿 看起來很漂亮 可是不知道是怎麼做的 你們覺得這個球是怎麼做的阿 所以這一關是不是就是來開寶箱 開完就可以閃了是不是 我怎麼覺得這關的獎勵有點糞阿 就一個字卷阿 一個字卷跟硬幣就這樣 就這樣就沒了 雖然很漂亮 可是 這樣東西就沒了不會吧 藏著 我現在應該沒出去應該是還有其他東西吧 哇這關不會又要像上一關一樣卡我了吧 阿炮又被卡了 不可能阿 沒東西啦 各位沒東西啦 唉唷 有了有了 看起來特別的 差一點就要按上一頁了各位 欸 欸這什麼 妞妞交換卷 妞妞交換卷就是可以 到時候擺在 擺在這個 我們的 幻獸 幻獸村嗎 這叫幻獸什麼 我們的幻獸之森阿 那 這個有沒有什麼完不完成任務的阿 好像沒有耶 就是想要離開就可以離開 我比較想要有這個球球欸 這球球很漂亮欸 對不對 你們覺得咧 好我們再往 這邊看 搞不好還有個什麼兔兔交換卷是不是 看起來好像沒有兔兔交換卷欸 只有妞妞交換卷 我 我真的不知道還有什麼東西欸 我要上一頁了 然後等一下就會看到有觀眾留言 阿炮那個是要到那邊等一下有獎勵阿 哇 好吧算了 我放棄了 我們再去看下一關 對啊 他以阿炮玩遊戲這麼久的經驗 應該是不只這樣吧 哈哈哈哈 算了算了 好 那我們要再起航去下一個島嶼了 我們來看一下還有什麼島嶼 我的這個幣好像還蠻不好掛的欸 這個 又是PK怪物是不是 掃蕩魔物 掃蕩魔物 掃蕩魔物的話就比較簡單了 換一下光的武器 這邊應該也可以一次拖吧 而且這每個島嶼真的它的造型都不太一樣 這個島 有一個類似太空船的東西嗎 就是以前那種蒸汽船 然後在這邊破降 可是這個島嶼太小了吧 在這邊破降應該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啊 然後這中間有什麼東西在發光 為什麼會有東西在發光 你們知道那是什麼嗎 可以跟阿炮講一下 以阿炮的這個智商實在是想不太出來 那個發光的東西是什麼 這個怪好像還蠻硬的欸 打好久喔 那如果等級衝到很高的會不會更難打 感覺好像會更難打喔 OK 而且這看起來好像可以開門 看起來好像有個密道的感覺 拿到兩張地圖 好那我們再去 這是利的測試 好我們再來去看一下 下其他的島嶼啊 還有什麼special的 所以說這是 十三之三不是說 一天可以打十三次啊 是說你現在有發現幾個島嶼 然後可以用這邊自動組合 就可以發現 你目前可以組出來的島 而且中間還有什麼 黃金虛的副本 對不對好我們再去刷 刷到重複的島 接下來這個是什麼 喔這個我就玩過了 這個我就可以教你們攻略了 這個怪物非常的強 你不能被他偵測到啊 然後欸等一下喔 他這個地圖好像跟我 第一次玩的地圖不太一樣欸 那玩法應該是差不多的吧 首先呢我們 不對不對不對喔 這裡過不去欸 這裡不行不行 這裡不行 好像要走這裡對不對 哇操哇操哇操 不是啦 所以我們要等他剛好過去 然後我們就衝 哇那這個真的有點難 我們要觀察一下 哇他過來了 哇 我不要發現我 哇 你妹啊 幹 不能走這裡欸 這裡感覺 不太好走欸 要走右邊是不是 所以他每張地圖的玩法 還不太一樣喔 雖然是一樣的任務 可是玩法不太一樣 不過能發現的就是 從右邊的話都沒什麼人 呵 所以我們就盡量都走右邊吧 感覺右邊 右邊比較好走的感覺 感覺 幹他 等一下 他怎麼會往後掉啊 嚇我一大跳 哇哇操 這邊還有哇 哇 你妹啊 這這這關比上一個還難欸 我們必須要先研究一下 不然等一下我們搬了酒桶也不知道往哪邊走 這個地方有空檔嗎 喔可以躲這裡 這地方可以躲這裡 從這裡 好我們再去看一下其他的 好我們再去看一下其他的 然後這邊有個卵小的 他會過來 不過好像也是沿著海岸 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 再來就是這一個了 他們會兩個一起往這邊走 然後一起回去 回去 那我要在哪邊 哪邊 這裡這裡有安全區域 這裡是安全區域 OK那我知道了 所以我們一開始爆了之後 就可以往這邊走 安全區域 然後往這邊走過來 剛好這邊他都不會設置到 所以我們可以再往這邊走 OK 最難的就是前面了 就是前面那個最難 雖然說好像 知道這邊有安全區域 可是 他會突然空降欸 然後我們要往 隨著他PP往後走 可是好像 有點危險 等他過去的時候 哇操他就空降了 他就空降了 他就空降了 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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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不是吧 幹哪有這樣的啦 這個是不是做壞了 哇靠 他會追到死嗎 欸他回去也還好 他回去也還好 他回去也還好 哇那這邊 啊不然我們走中間好了 中間這裡好像可以齁 這裡 我們現在研究一下他的路線 這邊好像也沒什麼安全區域欸 有啦 好像有一個 哇那這個有點難拿回來 哇 這個來亂銷的 他會空降啊 太扯了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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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有點難 空降哥 好像只能走 走 走右邊 這裡 走中間這裡 中間這裡他剛好 喔喔喔喔喔喔喔 他會走那麼過來喔 然後他往右前方走 欸不是吧 又回來了 他怎麼走路好像沒有規律啊 對啊會往前嗎 對啊這樣就對了 然後 哇操 沒事沒事 safe safe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哇 哇你沒 哇 不要 快回去快回去 快回去你家 別追 他好像有一個距離 我們只要 溜掉他就可以了 欸你該回去了吧 是吧 哇 這個好像不會回去欸 怎麼辦 不是吧 我要走這裡了 我要走這裡了 回去回去了 喔 原來只要走到這個橋這邊 他們就會 傻傻的 回去了 呵呵 還想要砍我啊 對 繼續喝繼續喝你的酒 對 我要搬酒桶 欸 快快快快快 抖一下抖一下抖一下 抖一下 這個扭這個扭 扭起來扭 我扭我扭 扭扭扭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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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想搞我是不是欸 嘿嘿 喝爛喔各位 我們要回去喝酒了 他應該會氣啊 他沒有酒可以喝了 他的酒被阿炮搬走了 哈哈 我們來跟觀眾一起喝 未滿18歲不可以喝酒啊 耶 成功了 所以我們要 這一關的話 我們就要走中間 欸好像有這盒子不錯欸 哇這個盒子很肥欸 可是他好像 是隨機開到的 隨機開到的 好我們再來去看下一關 下一關是哪裡 這一關 這一關又是什麼鬼 這一關 跑酷是吧 從這邊 這邊會有個旗子 紅色的旗子 就是起點 這 欸喔他這個 你可以從旁邊繞 或者直接從中間 那當然是從中間比較快啊 對不對 直接趕 趕進度的 欸直接過了欸 這樣也太快了吧 那以後都給我這關好了 而且這關 還有機會開到果凍欸 果凍對我們現在來說 是滿缺的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欸可是為什麼好像沒有消耗欸 怎麼沒有消耗20個硬幣 還是我記錯 還是我記錯 其實好像每一關 都蠻簡單的 比較難的 好像就是剛剛那個搬酒桶的 這個感覺也是蠻簡單的 這個就把他打死就好了 欸賣照賣照 還有人幫他 幫他打 擋子彈 我在講什麼 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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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那個炸彈 炸彈我剛剛看了一下 他是說 可以拿到那個副本中 使用 沒關係我們等之後 去打副本的時候呢 再拍影片分享給大家 還蠻多跑酷的欸 還蠻多跑酷的欸 但是我現在覺得跑酷其實還蠻簡單的 這有沒有捷徑啊 好像沒有 欸 這要慢慢繞上去 哇好酷喔 還做一個旋轉樓梯是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慢 幹 我剛剛是在看有沒有捷徑啊 嘿嘿嘿 欸 差一點差一點 差一點沒 沒跳上去 欸剛剛那邊還會被旁邊的石頭撞到欸 大家小心一點喔 呵呵 GoGoGo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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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車走了 我們等車來 欸這張地圖又做的不太一樣欸 蠻酷的齁 欸這讓我想到 有點想去玩minecraft的空島欸 呵呵 讓我想到minecraft空島 欸 喔這這邊就比較簡單 這邊就等電梯的一個概念 最後一月 我我月 喔可以可以 還好他在最後一關沒有做一些小陷阱喔 就是在最後前面都很簡單 然後走了老半天 最後再給你一個特別難的 那就比較麻煩 所以說基本上他這個遊戲的設計還蠻OK的啊 就是蠻簡單的 就是以這個趣味性為主啦 沒有設定的很難 欸 這個我們有玩過嗎 這怎麼好像跟剛剛那個差不多啊 我比較喜歡這種島欸 我比較喜歡這種島欸 看起來好像很舒服的感覺 欸 等一下 喔這個會消失欸 我現在才知道會消失 欸這裡有什麼東西啊 這裡居然還有大炮 欸這邊有刺的東西欸 欸 哇靠 感覺住在這裡好像過得蠻愜意的喔 你們有人想來住這裡嗎 嘿嘿 哎呀好想去玩minecraft喔 怎麼會有這種感覺欸 你們有在玩minecraft嗎 最近不然我們最近來拍個minecraft 然後生存好不好 生存100天 等一下等一下這不能想太久欸 他會消失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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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沒什麼問題 欸這個有點危險 逗留太久會有危險 可以可以可以 外面的狗包怎麼一直叫 你們有聽到嗎 一直叫一直叫 欸還有紅色的欸 強化大炮彈 幸運之島 蛤 只能選三次欸 欸這個島又不一樣 欸真的他蠻用心的欸 每個島都不太一樣 你們選哪一個啊 我們選中間好了 先從中間開始選 哇靠北在左邊啊 幸運測試失敗 哇 這個感覺對我來說 對我這個非洲人來說 好像很難欸 很難欸 不然我們就三次都中間吧 我就不相信 三次都不給中間 測試失敗 原來阿炮是要來拍 測試失敗會怎麼樣 結果根本都沒人測試 失敗過 就只有阿炮會失敗 我們來試試看 最後一次在中間喔 在中間喔 左中 左右中 所以他是會輪著的啦 所以說最好不要隨便亂開 對不對 不要一下開左邊 等一下要去開右邊 最後再開中間 反正他好像應該就是三個都會各開一次啦 不會讓你過不了啊 哈哈 我還正在想說我會成為那個最非洲之人 看起來還是沒有 哈哈 好我們再來看還有什麼島嶼呢各位 這是什麼 又是酒桶 又是酒桶阿 這個最煩了 這個我們已經有經驗了 就是走中間 中間最方便 欸 好像又不太一樣欸 對不對 欸不太 又不太一樣了 而且這邊完全是沒有右邊可以走的 完全沒有 哇 同一個關卡還有那麼多種 真的是有一點 有一點煩阿 有點難阿 直接 直直往前切 切完之後 哇這個真的不容易欸 哇這個還藏中間阿 我的天阿 這個會回來 阿這個走這麼慢 等一下 等一下抓到了 就 跑得跟著 跟著 跟著 阿走這了阿 直接拼了 隨便走了 隨便走 隨便走 直接往中間切 不會直接切就過了吧 我靠 欸真的欸 唉唷 這張地圖好像是最簡單的對不對 嘿我滾 想幹嘛 差一點被他抓到 好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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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 各位 勝利就在眼前 你們 欸你們 欸你們這個準備好了沒 來我們來喝酒了 開喝 熟成的紅酒 欸這是紅酒欸 我現在才發現 欸好像在 那種 這種海盜都喜歡喝紅酒 海盜會喝啤酒嗎 哈哈哈哈 在電影裡面演的 在電影裡面演的 或者說 欸在遊戲裡面玩到的 好像海盜都是喝紅酒欸 這個好像我們來過了 對不對 不可以超捷徑欸 哈哈 不可以超捷徑 好那我們就從這邊吧 啊 可惡 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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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原來是藏在中間那邊啊 這個好像有點小心機欸 好這要從這裡 然後這邊還會 往下 所以他不是一條路而已欸 哇這個比較難欸 啊幹這也不會是死路吧 欸沒有 往下就對了往下 往下 往下也是路啊 啊 啊 哇 料理哪哇 這可以直接從這邊跳吧 喔唷可以喔 走捷徑 所以剛剛往右邊跳 完全沒有意義欸 完全沒有意義 欸這邊又有兩條路了 應該是從這邊直接上去吧 啊這邊上不去嗎 難歹喔 怎麼會 過不去啊 哎呀 這個高低差我們要記得一下 感覺剛剛那邊是過得去的啊 算了 我們先跳這個 欸 先跳這個再跳這個就可以了吧 可以囉 可以囉 各位 欸 差點又想騙我 又想騙 哎唷 有過囉 有過囉各位 保險一點我們還是從這邊先跳好了 欸 欸好像都可以啊 可是 中間這邊跳過去的距離好像有一點遠 從這邊比較安全 帶眼罩的貓 欸 有拍照的聲音是不是 還是有聽錯 不可能我聽 欸應該是我聽錯啦 我的這個 模擬器就沒開聲音啦 哈哈 欸這個講話有點久欸 難道是special的嗎 兩個金魚 我還以為 會有什麼special的 看起來好像沒有 欸這邊有沒有來過 欸他這個地上真的超漂亮的欸 太誇張了吧 真的有這種地方嗎 地上 地上還有水晶欸 超酷的 哇我的天啊 好想住在這啊 那麼 剛剛那幾個島裡面呢 你們會比較喜歡住在哪一個島 好像這個島感覺比較好齁 水晶島 我們就叫他水晶島好了 水晶島 欸還是說 你們要不要幫這個島取個名字啊 不然幫這個島取個名字 那阿炮呢會看說 留言最多的 不然就看我最喜歡的好不好 最喜歡覺得 好像最適合這個島的名字 那我就以後呢 在下一集我們就把 用那個名字 來命名這個島 好不好 OK 欸在這邊吃飯真的感覺超棒的 超棒的 而且這邊還剛好有個小屋 對啦其他島也是 欸莉莉 看起來特別的莉莉 這個差別就在於說 好像只有這個島上有房子欸 對不對 好像只有這個島有房子可以住了 其他島上的話 就要自己想辦法了 聽起來好像有一點可憐 對不對 好我們再去下一個 下一個嗎 欸結果 欸這個 這個島就是什麼都沒有喔 真的假的 感覺有點慘欸 本來還想繼續探險的 但是發現這個影片的時間 好像有點太長了 那不然呢我們就存著 等下一集影片呢 再來跟大家分享 好那阿炮今天的分享呢 欸今天的娛樂片 就到這邊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板 留言 欸我的 喔 喔 哈哈哈哈 原來 心中無所求 他自然就會來了 碘魚 好像跟這個夢幻島也蠻搭的齁 心中無什麼 無懸念 他自己就會來了 沒有其他的念想 好那阿炮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希望啊 對你們 欸希望對 有讓你們笑一下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炮 我們 下集再見 掰掰 字幕作為一個人 他的網絡 可以幫助 李宗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